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 3日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二 香港呀 英國呀 美國也會開市 工作也是啦 銀行也會開 大家也會開始 上班了 我在網上 看到一則 很有趣的話題 我很想說 大家也知道 有聽開我的 朋友也知道 我 推背圖 經常都有研究一下 當然來來去去 現在我們研究這個版本 應該是近代版本來的 但是 近代怎樣也好 戰後應該也是這個版本 因為戰前戰後 估計是有不同的版本 我估計了 戰後 很多東西可以記錄下來 現在這個版本 我想在七八十年應該沒有變過 版本裏面 其實我當時很浪漫 為甚麼沒有中共的手影 他基本上是沒有中共 即是沒有東西可以預言到中共 又或是沒有東西可以提及中共 因為 這群赤匪 是吧 起碼你有豬有毛 我們看不到有這些東西 其實也覺得很奇怪 原因就是 歷朝歷代應該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吉不斷修正 這次我們想討論一個掛象 第43掛 而43掛 很多朋友都會很熟 因為這首詩應該是未發生的 這個掛象 叫做 君非君 神非神 此奸危 忠克定 他的重約就是 黑兔走入青龍穴 欲盡不盡不可說 唯有外邊根樹上 30年宗 子孫傑 這首 簽文 很明顯 黑兔 青龍 兔就是 兔年 青龍就是龍年 今年就是兔年 明年就是龍年 今年年尾 明年年頭 黑兔走入青龍穴 是不是中共在這個時間滅亡呢 就是這樣 其實 在這個2000年左右 九九年2000年左右 當時 人呢 你知道了 不如意的時候 就去尋求一些 很難解釋的東西 或者一些神秘的東西 去看的 求神文博也有 甚麼都有 當人 一些不如意 即是當年 經濟不好 生意失敗 會開始沉迷 當時 我看到 我有看其他那些書 在99年之後 跟著到2000年 我都遲了去看 當時我看到 有人說 這個 六四之後的30年 在海外開花 有機會開花 是不是結果呢 都有機會是慢慢形成 如果是1989年的六四 之後30年 那是不是2019 2019 發生了甚麼事 真是 唯有外邊根樹上 香港算不算這個根樹上呢 在外邊 跟中國 是不是遠離中國呢 你說他在香港也行 你說在外國也行 是不是一群海外華僑呢 如果我就看千聞要把那套下去 只能夠解釋2019年的 香港時代革命 而香港時代革命 是播了一個種子 結果呢 在黑套走入青龍穴的時間 中共就倒台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這個其實很牽強 不過不要緊 我們看到有一位 跟我們 跟我的看法有點像的 這個 馮希乾先生 我看到他 出了研究 我覺得挺對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 也綜合了 因為也有 西方的靈媒 包括英國有一個 很著名的靈媒 也預言中共在今年倒台 為什麼我們會看這件事呢 其實 我們看到現在的大陸的民情 越來越像前蘇聯倒台之前 這樣的樣子 當人民已經 不再 比面習近平 不再比面公安 不再懼怕他們的時候 其實這個政權 就是可以推翻的時候 說一下 馮希乾 在14個小時前 也一樣 黑兔走入青龍穴 我覺得 只說這七個字 很多人 立即會有共鳴 想看看 究竟是怎麼解讀 他說 整理家中的舊文的時候 找到這本書 當時就是89年7月出版 中國國運預言見證 作者叫做墨天馬良 這本書當時收錄了幾樣東西 不只是推背圖 有諸葛亮的馬前貨 袁天江李淳峰的推背圖 曹康哲的梅花絲十首 其實有很多的 除了曹康哲的梅花絲 還有 有看過 另外還有 旅望 即是姜太公 乾坤萬年歌 也有 有很多種 劉伯溫燒餅歌等等 他就說 這個漁言的作者 是不是諸葛亮呢 其實當然是無從稽考 估計只是後來的人 托他的名字而已 他就說 去年佩洛西訪台就應驗了推背圖四十二獎 美人自西來 琵琶仙等等 這個參與 然後再翻開 推背圖的四十三獎 覺得現在 真的好像在解讀 2023年 當年這本書出的時候 應該就是89年屠城之後 出的這本書 其實我有機會可能在後期 即是九幾年 二千年 我可能都類似看過這本書 我不肯定 因為當時看過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的書 當時 麥天和馬良是這樣解釋 他說本將參之軍神是成上 42將俗士 以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精神面貌發生變化 彼此之間距離越來越大 局勢發展 則此詣象中定 設置黑兔 自指未來的奎貌 公元2023年 來奎屬水 色尚黑 付 debts ceksin 本來歐回套 青龍 即是公元2024 甲屬木 色尚青 神為龍 所以就聚龍 就是黑兔走入青龍越 貌末神初 局勢似有大別 艱難的程度 關乎天璣 所以不可以盡說 所以叫做 欲盡不盡不可說 好了 還之後兩句 是指在外的華裔聚居地區 包括港澳 30年中 成績非然 插圖中的大小人物 壯婆狼狽 此英 奸危等等 兩個作者的解讀 最同意黑 Sean走入青龍 như một lQ 這句詩一般是 noscence 用生肖來隱喻連伞 所以 highlymer than attitude 吐和龍代表怒哭哭 對 黑 Harlem đây就是指天乾葵長葵長葵 葵某年 葵某年 甲晨年 每60年才會出現一次 如果這次遇而不應驗的話 要等下一個 即是2083年 那是不是真的 至今年呢 其實我也覺得不是今年 也不會是明年 中共現在的政權已經到了極極可危 那麼 他的解讀就是軍非軍臣非臣 因為1989年當時想像不到會有人會稱帝 現在是一個想稱帝 但是又不是皇帝 那麼他就說 昨天叫清零宗 今天就變成了徐陽帝 那麼他 不是這個叫做軍非軍臣非臣 現在的解讀比起我 九幾年 二千年的時候 讀的時候 當時更加相似 當時他是解讀鄧小平 軍非軍臣非臣 但是現在 就這樣看習近平 現在更加 套下去更加相似 皇帝也不是皇帝 但是實際是皇帝 身邊那群走狗 雖然不是大臣 實際上就是大臣 是不是 所以 這句詩可能是暗示2023至2024年之交 第二句就是內人沉味一點 欲盡不盡 即是好像白竹之蟲死而不疆 這個我又 不是很理解 至於唯有外邊根樹上 三十年宗旨宣結 就是說海外華人群體 散落海外邊的種子 三十年開花 其實我是覺得是這樣的 我是覺得 這個種子就是六四事件 香港種下了種子 三十年 開花結果 變成了時代革命 當然時代革命不是一時三刻 累積的 可以由反高鐵開始 2009年 反高鐵我已經開始參與了 當時我去 這個 申請政治庇護的時候 他就是由2009年開始問我 我又從2009年開始說 我從2009年開始說 那一三年 那一四年 他也不想再問下去 草草了事 後來很快 之前問了兩個小時 只有2009問到2014問了兩個小時 最後半個小時就草草了事了 即是說這個 2014年至2019之後的事 所以呢 我認為 香港的這個2019的時代革命 其實是累積了十幾年的結果 香港人 由 阻礙著司機找食 阻礙著馬路被人問候的時候 到了最後 佔領了馬路 到了最後 大家可以在下角 行走 可以在 花園上行走 我們再說 為甚麼我會 贏住今年呢 其實習近平這幾年 我也覺得是崇禎末年 當然 崇禎去到17年才吊頸 中間會有經過很多時間 不斷的倒行逆施 不斷的做錯事 明朝要讀明史也很複雜 你想想 當時有兩億人口的大名 怎麼會輸給只有70萬人口的建州女真 你想想 建州女真族當時只有70萬人口 他們即使全部都是精兵 怎麼打贏兩億人口的大帝國呢 結果他們打贏了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中共永遠可以萬年執政 蘇聯 在他倒台之前 也沒有人猜得到蘇聯會倒下 蘇聯給人感覺是沒有裝到牙齒 我想現在中共也沒有去到那個地步 雖然中共比當年的蘇共有錢 在物質生活方面 在經濟方面 絕對比當年的蘇共歡愉 是沒有那麼窮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現在有資訊 互聯網發達 大家想想這十幾年來 有多少個政權 獨裁政權 被互聯網推翻呢 一場中東無理化革命 推翻了很多獨裁政權 所以中共一直都在 焰火顏色革命 直至現在 我認為這次中共會死在防疫 未必是疫症 而是中共的倒行逆施 防疫 基本上使得全中國人受害 這樣才有機會令到連解放軍 公安務警都會造反 因為你看到那麼多年來 獨裁政權 很少是 一定是有軍人叛變的 如果軍人不是站在人民方面 而是鐵底 其實站在獨裁者身邊的話 這個國家是很難有政變 很難有推翻這個極權 因為他們掌握了一個屠殺的機器 人民的確手無寸鐵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 終於有機會了 因為你看到 解放軍三年間醫院 死的全都是高幹 普通人連入都沒有資格進去 高幹大量死亡 學者大量死亡 退休老幹部死亡 紅二代死亡 紅二代的家人死亡 最高級的 應該還沒有死 不過也是很嚴重 最高級的應該就是 彭珍的媳婦 彭珍的媳婦 那番說話是不是代他老公說 彭珍的三個兒子 其中也只有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富洋 我猜可能是富洋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富洋 在北京開了私流 是很有名的 當年有份幫 新國大期貨裏面的副主 新國大期貨就是 李鵬的兒子出來搞的 然後騙了人家十幾二十億 然後人們包圍中南海 叫李鵬還錢 其中 他們 這個律師行是有幫 那些維權人士 是向李鵬追討的 結果當然 中南海下了一個命令 為不准這麼做 但是 由於他老爸 彭珍的關係 也不敢動他 不過 當然是叫他勸他不要這樣做 對黨不同國家很不利 類似的事情 今年我認為 是真的中共 有機會倒台的一年 所以我們要努力 我們要說多一點 吹多一點 唱衰他 唱到他倒台 唱到他倒台也好 當然 大家要各自努力 很多時候 成事在人謀事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如果你是外國人 即是西洋人的那些尖聲術 又或者 那些語言 講中國的其實不多 不過不要緊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了一個 男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我們會將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